大家好,我是刀车请归 七夕节就要到了 教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看的手工礼物 就是这个玫瑰花球 自己亲手做一个,非常的浪漫 有对象的可以送给对象 没对象的可以自己消磨一下时间 都是不错的 废话少说,下面我们开始来折 这是一款组合折纸 它的折法特别特别简单 我们需要准备一些小的热方向纸 可以用7.5厘米的 我这里自己裁一下 我们就用这一小份来折 上下对折 这里折出一条对角线 翻到背面 同样折出一条对角线 我们拿出一个锥子 或者是一个牙签都可以 把它从这个角开始往上卷 先卷两下 然后斜着卷 让外面这里越来越粗 左边这里还是比较细的 卷完之后大概是这样 翻到反面 同样的卷法 好,大概是这样 把多出的这个尖再卷一下 翻过来 同样的卷法 好了,这样其中一个小单元就做好了 同样的单元一共需要做30个 由于我这些引速好一个了 这些单元就不用限折了 把这个拿到一边 原来这个拆开 虽然拼的时候不是很好拼 但是拆的时候还是很爽的 接下来我就教你们怎么组合 它是30个单元组成的花球 所以它遵循最经典的三五定律 我们先用五个单元组合成一个玫瑰花 把它立起来 把这个卷和这个卷套在一起 由于我们之前卷的可能力度不太一样 只要我们放在一起稍微动一动 它们就会套在一起了 这样两个就组合到一起了 再拼三个 组合完就是这样的 它一个单独的时候可能稍微有一些松散 不要着急 我们继续 把外面这五个角分别再用一个单元 把它这样连上 连接的方法就是这样的 另外四个地方都这样连上 好了这样就组合好了 它现在相对来说就比较结实了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三五定律 每一个花心的部分都是用五个单元组成的 花心和花心之间 它们是一个三角形 是用三个单元为成的 我们只要抓住这个规律 就可以把整个球体都拼完 我继续带你们做一步 比如说刚才外面围的这五个花心 它们已经分别有了三个单元了 拼的时候自己需要数着一点 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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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了 它需要再拼两个 如果你这里用手按的时候不是很方便 可以拿去你的牙签或者锥子 简单这样弄一弄 这两个拼完之后 它们两个就是新的花心了 所以你看跟它相邻的 这三个花心之间 需要形成一个三角形 所以说它们两个之间需要再连一下 这三个花心之间这里需要连一个 组合的方法是不是很简单呢 我们只需要把它一直裂完就可以了 好了这样就拼好了 其实它的拼法特别简单 难就难在它卷来卷去的 你可能数不清它的这个个数 所以说拼的时候仔细一点就可以了 刚才这一遍我自己拼的时候 也是花费了很多精力的 最后的成品是不是特别好看呢 现在就可以开始动手做一个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倒车选故意 只做有意思的遮止